HELLO,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我們今天一起來看要怎樣玩The Sims 4 魔影視明4 那基本上像這種沙盒類型的遊戲沒有絕對的玩法 只要玩的開心就是最好的玩法 我們今天只是一起來看一下基本的操作方法 然後基礎玩法 這樣如果剛進來遊戲不知道要做什麼的話 有一個參考的方向 希望能夠幫助大家更快的上手 好我們一進到遊戲裡面就來到我們的主畫面 這裡包含了首頁啊 然後包含哪些的組合包啊套件包等等之類的 我目前沒有安裝任何的照片啊 我只有主程式 也沒有使用任何的模組 就是完全的原汁原味的魔影視明4主程式 當我們開始玩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開始一個全新的遊戲 就是一個完全的自由遊玩的 沒有任何的限制 又或者我們可以玩一個情境模式 這個是有預設的背景故事 或者是預設家庭 像最上面這三個就是有預設家庭的 我們就是用預設好的家庭 開始遊玩這個情境模式 然後下面這幾個就是沒有預設家庭 我們要自己創造一個新的家庭 來玩這個情境模式 然後每個情境都有預設的故事背景 還有建議應該要達成目標 但是我不一定說要達成 像我們看這個大富大貴 他的目標就是賺到100萬 然後旁邊這個分手心形 目標就是可能和對方成為心靈伴侶 成為最好朋友 或者是跟別人成為心靈伴侶等等之類的 然後每個情境也有難度 像這個是簡單 這個是中等 不過老實說 我覺得他的不同難度 並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差異性了 我覺得都差不多 因為魔鬼市民4是傷盒類型遊戲嘛 所以沒有說說要打boss 練功或是打裝備 沒有 所以沒有一個絕對的難度 很難去定義他的難度 因為其實想要怎麼玩都可以的 所以如果想有個預設故事背景 然後預設的達成目標的話 可以玩這個情境模式 那當我們達成這個目標之後 我們還是可以持續遊玩 並不是達成目標之後就沒辦法玩了 然後如果達成目標之後 會給這個滿意點數的獎勵 這個點數可以換一些東西 我們也可以直接選擇 開始一個全新遊戲 這個就是沒有任何的限制 完全的自由發揮 最經典的玩法 我們點進來之後 就來到這個創建人物的畫面 我們就要開始創造一個家庭 然後開始遊玩 在上次的大改版之後 新增了艾蜜莉嫂幫手 會提供一些新手的教學 所以如果不確定怎麼玩的話 也可以從選項裡面 開啟教學模式 當我們來到創建人物畫面的時候 可以選擇透過故事模式 來創造家庭 或者是完全的科技化我們的人物 如果是透過故事模式來創造人物的話 就要回答一系列的問題 然後回答完畢之後 會自動的生成一個人物 他會根據我們測驗的結果 有不同的個性 然後不同的技能 還有不同的職業 甚至不同的家庭資金 那要注意的是 那個個性是不能更改的 假設我們現在透過這個小測驗 來創造個人物好了 就跳出系列的問題有沒有 可以選擇人物的年齡啊 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先快速隨便選一下 當我們回答完全部的問題之後 人物就自動生成了 我們看左邊這裡 這三格是人物的個性 他的特徵 這個性是固定的 沒有辦法更改 因為我們是透過故事模式來創造的 像這個人物他是邪惡的 然後懶惰 然後偷竊 然後這一格是他的報復 就是他期望達成的人生目標 他常成為全民公敵 然後每個報復還會附帶一個額外的特徵 他是卑鄙的人物 下面這裡只有他自動生成的職業 還有技能 不過他目前是待業中 可是他擁有惡作劇技能 然後靈草技能 然後其實至今是標準的 也就是兩萬塊 我們點擊在上面這裡 就可以選擇他的名字 或者是隨機都可以 臉這個水晶椎 可以進行更深入的人物調整 這樣可以自定化他的性別 例如說先體結構啊 衣服偏好啊 然後懷孕啊等等之類的 還有性取向 都可以在這裡進行設定 然後再來這個可以設定人物的年齡 像是從最小的幼兒啊 兒童啊 青少年啊 青年 成人 老年人等等之類的 然後這個是他的走路方式 有不同的走路方式 這個是基本的 然後得意養養啊 目中無人 還蠻好笑的 然後再來 這個是調整人物的聲音 有不同的聲線可以選擇 然後不同的那個頻率的高低 上面可以聽一下 這個是比較低沉的 這個是比較高亢的 或是中等 然後再來這個 可以設定不同人物之間的親屬關係 可以設定他們的父母啊 然後兄弟姐妹啊 伴侶等等之類的 再回到這一區 這裡可以選擇人物喜歡 或者是不喜歡的事情 不過因為這個人物是透過故事模式生成的嘛 所以有些限制啊 沒有辦法自有挑選 這個人物的喜好 除了可以直接在這裡進行設定之外 我們也可以透過遊玩的過程 來生成人物的一些喜好 左下角這裡 可以新增一個人物 可以透過基因來生成 例如說創造他的小孩啊 兄弟姐妹等等之類的 又或者可以透過資料庫來新增人物 也就是如果我們有創好的人物 可以把它存在資料庫裡面 然後這個選項就是一般的 完全的自有的創造人物 然後最下面這個是透過故事模式 再新增一個人物 我們來一個完全的自有客製化好了 因為這個不是透過故事模式新增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完全的客製化 像人物的個性特徵啊 都可以自有的選擇 然後人物的報復也是 可以完全的自有選擇 還有人物喜歡跟不喜歡的事物 他的喜好 可以選擇顏色喜好啊 音樂喜好 活動興趣喜好 我們來一個隨機女招好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進行所謂的年人了 可以選擇他的髮型啊 衣服啊 飾品啊 膚色 每個身體部位都可以直接進行脫衣調整 像這樣子 有沒有 眉骨就突出了 然後顴骨也是 可以上架移動 然後鼻子也是 可以自有的脫衣 所以還蠻方便的 操作其實蠻直覺化的 我想我們這次創建人物的部分就快速帶過好了 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之後再來一個專門的捏刃教學 左邊這裡可以設定人物的體型啊 然後肌肉量 然後右上方這一排有不同的場合穿的衣服 例如說一般的每日服裝 正式服裝 運動服 睡衣 好我快速創了一個人物 當我們創好之後就可以點右下角開始遊戲 系統就會自動把這個家庭存到我們製造庫 我們就來開始吧 接下來我們就要選擇我們住的地方 主權室有附三個地圖 柔西 綠洲 還有衣襟決定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它是空白地圖啊 是的繼續 它空白的原因是讓我們可以自己蓋東西放進去的 因為其實我們遊戲玩到後來 地段真的是不太夠用啊 我們再來看經典柔西 如果說最一開始用一個全新家庭開始玩的話 它的資金應該會是兩萬塊 如果人物越多的話 金額也會越高 那我們這個人物 因為我重製到庫拉出來的 所以還有27萬 不過遊戲有自動把一開始 買得起的房屋自動標示出來了 這三棟 可以選擇住在房子裡面 或者是空地 都可以 我們再來看綠洲 綠洲一樣 原本遊戲有預設一些其實房屋 給我們選擇 我們可以看到地圖上除了房子以外 還有其他地方 例如說公園啊 然後酒吧 健身房等等之類的 好那我們選擇這一棟好了 選擇好之後 落下角點選確認 看我們要不要配備家具 或是選平地段都可以 那我們選擇配備家具 這樣子比較方便 住進去馬上可以使用了 然後我們就進到遊戲裡面 準備要開始玩啦 我們滑鼠可以操控視角 像我們點選右鍵 可以旋轉畫面 然後滾輪可以調整視角的遠近 滑鼠左鍵也可以直接拖曳整個畫面 我們再來看右上角這一排 首先第一個這個是切換到建造模式 目前是生活模式嗎 操控人物的生活的 關於建造模式的部分 也就是蓋房 我們之後再來出專門的蓋房相關的教學 然後第二個管理世界 如果我們點的話 就進入到整個地圖畫面 我們就可以更改地圖上的家庭啊 房子那些 第三個資料庫 可以把一些蓋好的房子 或者是人物存出來的 也可以到工房下載其他玩家的東西 像我只有放蠻多的房子到工房上 再來這個箭頭 就是前往不同樓層 就是例如說房子可能超過一層樓 再來這個 長壁的視角 我們可以來一個長面剖視圖 像這樣子 就一部分是長壁立起來的 一部分長壁是看不到的 又或者長壁全部要直立起來 又或者完全沒有長壁 這樣就不會擋到任何的視野 可以根據遊玩習慣來做調整 這個按鈕至終目前第一段 如果說找不到自己房子在哪裡的話 可以選擇這個 然後這個是教學模式 鏡頭控制 可以在這裡調整鏡頭的遠鏡 或者直接用滑鼠操控 也可以進行旋轉 或者是切換為四代 或者是三代的控制模式 那因為我有玩三代嘛 所以是習慣用三代的控制模式這樣 再來這個通知場 會告訴我們人物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最後一個三個點 如果需要儲存遊戲的話 從這裡點進來 選擇儲存 遊戲選項在這裡 我們再來看左下角 這個是人物目前心情 他是快樂的 然後可能會有不同的心情 然後上面這個泡泡 是他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不一定需要完成 如果完成的話 可以得到25點的滿意點數 那個點數可以拿來換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家庭資金啦 看他們有多少錢 然後這裡記事本 這個是如果我們有釣魚啊 或者是收集一些收藏品 就會有些相關資料在這裡 然後再來手機 這手機是超級多功能的 我們可以選擇電話要不要靜音 要不要響 然後可以選擇這個背景 背景顏色 還有一個藍色啊 黑色 還蠻有趣的 還可以選擇手機的外殼的顏色 我們手機上有些不同功能 像是娛樂 可以玩遊戲啊 瀏覽網路 然後再來還可以打電話給消防局 如果說有火災的話 還可以看帳單資訊 因為我們需要付房子的帳單 或者訂購外送服務 如果我們想搬家 或者去不同地方休假 也是透過手機來達成 還有找工作 還可以看社群動態 或者是規劃社交活動 也就是舉辦派對 還有拍照 所以手機的功能真的是非常多 再來右邊這個 行事例 我們可以在行事例提前 預約舉辦社交活動 有各種不同的派對 如果說有安裝四季 圈下出動資料片的話 閱歷會有比較多的功能 因為目前我們只有主城市 我們再來看中間這個區塊 我們可以掌控時間流逝 目前是暫停的 我們就可以正常速度 或是加速 再來這裡是月像 不同的月像時候 晚上的燈光有一點點不同 然後今天星期幾 現在幾點 我們再來看右邊這裡 這一排 首先第一個人物的報復 就是他想要達成的人生目標 每個報復都有不同任務刷完成 我們透過完成這些任務 可以拿到獎勵點數 就可以到這個獎勵商店 兌換一些東西 有一些藥水啊 然後人物特徵啊 那這個報復是可以隨時切換的 他會記錄起來目前進度 所以他並不是說一選了之後 就不能更改了 隨時可以更改 還蠻方便 然後再來右邊這個是他目前職業 他還沒有 然後人物的技能 不同的技能等級都會影響他們的生活 還有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人際關係 他目前沒有認識任何的人 然後再來他的包包 隨身清單 人物的個性 然後上面這一條是人物的年齡 如果開啟年齡增長的話 人物是會慢慢變老的 說到年齡增長 要只能開啟或是關閉 路上角有三個點 選擇遊戲選項 然後選擇左邊第四個 遊戲 這邊可以選擇開啟或是關閉人物的自由意志 如果開啟的話 人物就有可能主動去做一些事情 不一定需要我們操控 然後可以選擇人物是否要自動變老 還有人物的壽命 像我們開啟年齡增長之後 就可以看到人物還有23天就要變老了 然後最後一個人物的需求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選擇 要不要滿足他的需求 那基本上大部分需求 如果不滿足的話 也不會怎樣 人物覺得心情不好而已 可是如果飢餓沒有滿足的話 人物是會餓死的 好那我們把基本的遊戲介面介紹完畢了 突然發現遊戲介面其實蠻複雜的 好多東西是不是 好那我們再來看要怎麼樣操控人物 當人物頭上是個水晶墟的時候 代表是我們操控的是這一位 我們也可以左下角直接點選來選取 然後可以控制他前往不同地方 滑鼠左鍵前往這裡 他就走過來有沒有 或是控制他做一頓飯啊幹嘛幹嘛的 例如是我們叫他來迅速吃完一餐 來喝一杯六神之 然後叫他關鍵洗手然後刷牙 那如果我們選錯 或者想取消某個動作的話 再點一次就可以取消了 基本上我們點選每個家具都有些互動可以進行 那除了家具可以進行互動之外 我們點我們自己 也有些互動啊 例如說可以坐在地上 或者是換衣服 或者是慢跑 我們也可以點選其他人物進行互動 像我們來看一下 路上有誰呢 一樣左鍵點選人物 只有不同的互動可以進行 看不想要友善還是粗魯的 就會影響了他們的友好度 我們滑鼠移上去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們這個人物的名字 還有他的年齡層 然後我們左下角 在我們人物的頭上面滑鼠點選右鍵 就自動把那個鏡頭移過來 所以我們跟這個人物來個友善介紹 有沒有頭上出現這個好有夾夾 我們再跟旁邊這個人物來個粗魯介紹 他們兩個互相比試嗎 然後就好有coco了 這個是我們點選人際關係面板 就可以看到我們跟這位傑佛瑞是紅色關係 紅色代表關係不好啊 然後綠色代表關係好 喔天啊他們一起吵架 我們跟其他人物的互動大概分成了三個種類 友善的、浪漫的、或者是刻薄的 像這個友善、有趣、惡作劇 都屬於友善類別的 就是進行這個類型的互動 通常會增加友好度 然後進行刻薄的話 通常就會扣他們的友好度 然後這個浪漫互動就是有可能會產生浪漫條 它會是額外的一個糞條 例如說我們試一下跟他來個挖苦的讚美 因為他算很生氣啊 人物當下的情緒會影響他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他很生氣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進行一般的浪漫互動的 我們再來跟另外一個路人認識一下好了 我們再來試著進行這浪漫互動 送給玫瑰花啊 喔他說他受寵若驚 但是他對於和我們經營那種關係沒有興趣 所以他的興趣上是不喜歡任何人 他是單身傾向啊 我再跟這位人物聊聊天 怎麼每次遇到他啊 好好笑 好吧我們有愛心扣扣了 果然啊浪漫關係不是那麼容易建立的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地圖 玫瑰清明寺的地圖是半開放式地圖 它是以社區為單位的 我們不用透過讀取 就可以在這個社區裡面到處閒逛 像我們可以走過來這裡 坐在這邊烤個肉啊 坐著之類的 可是如果我們想要進入這個社區裡面的其他房子的話 我們就要讀取了 那每個社區都有些不同地方可以探索 像這裡還可以釣魚 有沒有 這個是釣魚牌 臉圈這個可以釣魚 我覺得半開放式地圖有它的好處 也有它的壞處 它的壞處是 就是比起全開放式地圖 比較沒有真實感嘛 全開放式可能比較融入感 比較真實 不過半開放式地圖好處就是 第一個 它的電腦要求比較低 然後再來 因為同時系統上 只有一個社區在運作啊 並不是整個地圖都同時運作的 所以有些NPC人物會比較集中 如果是全開放式地圖的話 它的人物是分散在整張地圖上的 像以前墨西民三代就是全開放式地圖嗎 全開放式很有真實感啊 可以開車到處走 不過相對的 我每次在玩的時候 不論到任何地點 通常只有大概 一檔NPC而已 或者沒人啊 會覺得這個城市好像比較冷清一些 人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四代的半開放式地圖的最大好處就是 讓人物很集中 看才比較熱鬧 如果我們想要前往不同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手機 然後選擇前往某個地方 有很多其他方法啦 這個只是我習慣用的方法 然後這個選擇邀請其他人一同前往 或者是我們自己去 我們先自己去好了 然後人物就會拿出他的神奇萬用手機 然後就可以看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是一個社區 然後這裡又是一個社區 有沒有 這邊都有每個社區的名稱 我們也可以點左上角 前往不同的世界 我們去柳西爾圖書館看一下好了 點選這個地段 然後選擇右下角 前往 我們就到達這個社區了 這也還有點商店街的感覺是不是 我們人物主動過去鏡子斜面 他在幹嘛 他在...給自己精神喊話 因為我有開啟自由意志嘛 所以人物自己是做事情啊 我看到這位 這個是圖書管理人 我跟他打個招呼 來個有趣介紹 他挑逗情緒耶 天啊 好那我們把一些基本的操控方式都介紹完了 所以我們玩模擬市民4的時候 到底是要玩什麼 我覺得有點像是數位版的 娃娃屋吧 有點像是搬家家酒這樣的感覺 基本上就是玩人物的生活 可以玩他的生老病死 雖然病要買來去上班製造片才有 然後交朋友 人際關係 賺錢 職業 結婚生小孩 沒有任何的絕對玩法 怎麼樣玩都可以 當然除了玩生活之外 也可以玩捏人 然後玩蓋房 如果我們不知道做什麼的話 有幾個方向 首先 我們可以試圖達成他的報復 像我們這個人物的報復 是想要收集10個收藏品 又或者我們可以找一份工作 點選GI 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不同的職業可以選擇 每個職業都不同的時薪 好工作的時段 那職業有分成幾種不同的 上面這些是一般的職業 然後再來還有寄有工作者 這個是這些case 主城市富的自由工作者 包含了作家 然後藝術家 還有城市設計師 還有兼職的職業 他的工作時長比較短的 我們讓人物加入太空人職業好了 我們就可以在我們工作面板 看到一些工作資訊 還有我們工作的每日任務 在我們下西洋期 那這個一樣不一定需要完成啊 玩不完成都可以 看我們想要怎麼玩 然後我們在玩的時候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人物的需求 但他目前可能需要做什麼 想要可能快要想要上廁所了 有沒有膀胱開始減少了 不過如果你們懂我的話 應該都知道了 人物的需求 時常不是我優先注意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培養人物的技能 提升技能等級 也可以讓人物交朋友 或者是尋找對象 像我現在在嘗試讓人物尋找一段浪漫關係 可是一直失敗啊 因為上一次的遊戲大改版之後 出現了一個人物 時常會進行刻薄互動的bug 所以不太容易建立人際關係啊 希望那個之後可以修復 喔我們人物直動去上廁所了 因為我開啟自由意志 所以蠻方便的 那對了 差點忘記提到一點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四代的人物相較於前幾代 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 他可以多工處理啊 可以同時做超過一件事情 喔然後剛好跳出來了 人物我們說他要不要喜歡電玩遊戲 這個是人物的喜好 好啊喜歡吧 如果說他喜歡某個東西的話 他在做的時候心情會比較好 剛剛提到的人物多工處理就是 像我們人物現在可以坐在電腦前 我叫他來創作一個笑話 可是同時 他也可以跟別人聊天啊 可以同時做很多個事情 像他也可以同時看電視 然後聊天同時看電視吃東西都可以 然後再來我們看我們的背包 隨身清單 這裡有一個鑽石 點家具 和家庭收藏品 我們可以收集遊戲裡面的東西 像可以收集青蛙啊 然後種東西圓藝啊等等之類的 所以收集這些收藏品 我覺得應該是蠻有成就感的 然後當我們人物的狀態不好的時候 他的水晶椎顏色就會改變 像現在變成了黃色了 因為他的那個精力值比較低 然後有點餓了 如果他的狀態真的是非常糟糕的話 那水晶椎就會變成紅色的 好吧 那這個就是模擬市民4的基本操控方法 還有玩法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說你們有希望遊戲的哪個部分 可以出個教學影片的話 可以留言跟我說 那我可能最近會再出個概訪的相關教學影片吧 雖然說我以前有出過了 可是我想說其實遊戲的概訪系統 增加了蠻多新功能嘛 所以可能再出個新的喔 好吧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或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想看到更多相關影片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 然後記得開啟鈴鐺 啟動全部通知 就可以知道為什麼就發片囉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